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了來玩這款超元氣火柴人 好這邊是登錄的方式有Facebook Google PlayNow 呃註冊喔 喔這樣子喔 PlayNow是怎樣是 馬上遊玩嗎 我按看看喔 OK那應該是遊客吧 10次 就是你10次之後就要綁定啦 遊戲的話是4月11號測試到4月18號今天是4月12號 那想完的話我會把遊戲的下輪連結還有他們的臉書啊放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好目前下輪次數不多啦100加而已 來吧 一點都不火柴人 有玩過火柴人的話應該知道火柴人的特色就是黑黑的嘛 烏騎媽黑的 好這邊有這個劍士 還有這個法師 選擇造型吧 選一個看起來比較溫柔的 沒有比較溫柔的啊 這個比較溫柔一點 喔身體是火柴是不是 好吧身體是火柴啊 這是隨機吧 喔這是隨機 我選剛剛那個好了 稍微黃一點點 稍微黃一點點 哇這個 沒辦法 感覺 可能是射擊遊戲吧 直立式的然後可能就是移動角色然後去 通關射擊是不是 我不知道 試試看 因為我看到一些圖片嗎 圖片 我看一下圖片是怎樣 遊戲有什麼圖片介紹 沒有 哎呦啦 初次見面我是魂點的守護者 阿伊迪 這個應該是賬號 火柴人的遊戲 超級多啊 都叫xxx火柴人 xxx火柴人 從以前那個Fresh遊戲 都是一堆火柴人的遊戲 對嗎 好隨便點一下吧 裝備我們的法杖 就一個遠程輸出吧 可能一個是 近戰吧 不知道 超級多大 結果 是MMO耶 不是什麼射擊遊戲喔 我以為是弓箭傳說射擊遊戲 結果是MMO耶 直立式MMO 好吧 遊戲介紹確實說是休閒的MMO手 剛剛網路斷了喔 因為 你要做MMO的話 通常會 要嘛走那種可愛風的 要嘛就走仙俠風的 這種火柴人MMO我第一次玩到耶 他也沒有很火柴人 因為還是有模組嘛 還是看得很清楚 只是我們假設的皮膚 是比較單一顏色這樣 結果真的是MMO摸出 然後 這邊有四個技能 已經全自動了 我們自己移動 好像沒有普攻耶 我不會普攻說 我只會全自動 竟然放完之後 他應該有普攻才對 你看這個發射那個能量彈 應該是普攻 但是我真的沒看到普攻的按鍵 好 結論物結論物GOGOGO 找了德魯伊 呃 直立式的MMO 然後又不是放置掛機的話 我覺得 肉動比較少吧 簡單說就比較不紅啊 因為通常火柴人都是做成ARPG 可以在 左右戰鬥戰或是 衝來衝去 有點ARPG格鬥遊戲 格鬥遊戲 但是是單機的啦 火柴人大部分都這樣 你可以在那邊前前後後啊 然後攻擊敵人 然後閃避啊 好角色 沒有語音 遊戲沒有語音 這邊有個夥伴是不是 坐騎 我們有坐騎 呃 不是MMO免洗的話 不過 沒那麼免洗 然後目前地圖上只有我一個人 嗎 系統應該還有一些 一些東西吧 開心國 開心國 好這邊有一個開心國 現在是2點多啦 沒錯這個時間可以看 萬業實驗 所以有一個 開心國應該是一個玩家吧 不太想 這個是聊天設計 上夜 多小 可以稍微小心一點點 然後這個應該是副本吧 有兩波掛 第一波第二波 副本 好確定 感覺是一個很迷你的MMO啊 好他又不放置 不是放置 因為現在的 做成這種 樹板手 那個放置超多的 都是放置 而且這個 真的是開放世界 是那種3D的 我本來以為是射擊遊戲 因為這種風格 常常會做成射擊遊戲 結果都猜錯了 因為我沒開遊戲介紹 就來玩 就邊玩邊看 就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樣 大家看我的頻道我都會 至少都會先說要這是什麼樣的遊戲 心裡有個底 就是在那個標題會打 然後資訊欄尾我也會打 都是我 玩完之後 才打的啦 所以玩的當下 當下我是不知道 就是要玩才知道 好反正就MMO 沒有人的MMO 因為 若是在來的人 他為什麼要測試我就不太懂 因為 Play商店上面 需要測試的遊戲都是一些大作 大作比較需要測試 那如果是比較輕量的那種手遊 不太需要測試 就直接 開完就好 直接攻測 視野的部分 2.5D 沒辦法 調整沒辦法放大 擊敗這個什麼山什麼狼的 什麼豬的 這很小啦 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我只有錄720P而已 手遊嘛 沒辦法 是可以錄大一點就算 可是720P就夠啦 好 有劇情 沒有語音 貓碼碼 坐騎 採集 接任務 打怪 裝裝備 好 火柴人人起 這是我ID 音樂一下 畫面還可以完美喔 我倒是覺得沒必要吧 你是書版的 再怎麼完美 也很小 畫面很小 我倒是那種開放地圖啊 就是怪劇在地圖上面 不用到什麼富可去打怪 不用通關 一隻一隻二 一隻三張 不用 成為我們夥伴啦 有一個夥伴系統 坐騎 夥伴 夥伴就是來加我們戰力的啦 阿肥幫忙打怪吧 出來了 然後 鍛造的話 這邊預告功能開啟 坐騎嘛 二三幾隻鍛造 好有二五 我就沒有看到了 呃 整個玩起來還算流暢啦 沒有什麼 卡的問題 打怪的話 也沒有說 完全切菜這樣 敵人會被你打到 然後稍微回饋一下吧 好像就直接死掉了 遊蕩喔 擊敗這個阿努比斯 阿努比斯 那個是不是那個 金字塔啦 埃及金字塔裡面那個 一個神啦 掌管死亡之神嗎 我不知道 神話不知道 我幫他宣傳啦 林曲 我幫他宣傳啦 互相啦 互相啦 遊戲要打廣告才會有人玩 為什麼我會看到他 因為我會看一下巴哈的新聞 巴哈的一些遊戲新聞 有時候會 放一些 他們的廣告文 像這個就是廣告文 就是你開發一個遊戲你要打廣告嘛 你打廣告的地方可能是 我覺得最貴的就是電視 電視廣告是最貴的 再來就是 巴哈那個應該算很便宜吧 就貼一篇文章 應該還好 我覺得感覺還好 網路上還有新聞 然後再來就是 YouTube上面的廣告 那個可能比較貴 我覺得比較貴 我沒有買過啊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曝光度嘛 然後再來就是你 平時玩手遊的時候 我們不是都要看廣告然後獎勵 那個也是一種 我有時候我會在那邊看到遊戲就 跑來試玩這樣 總是要玩一些有打廣告的遊戲 比較多人玩 沒打廣告 不管你遊戲好不好玩 沒打廣告很難 很難身處 這邊是洗髓是不是 洗髓需要這個吧 都下降了啊 他推薦我這個啊 你看都下降了啊 這個有上升啊 好沒有了不夠了 寵物的樹脂竟然還要洗 這麼麻煩 你看這個畫面喔 很像那種射擊遊戲 你說他也可以出人射擊遊戲 因為都3D的 然後每個關卡就像弓箭傳說戰 也有怪這樣子 也是可以啊 所以我看到那個畫面 我以為是射擊遊戲 結果是MMO 好 牽到了 玩了12分鐘出現牽到了 獲得了這個 威威 看起來應該是抽 夥伴吧 抽夥伴系統 好抽夥伴系統 就是MMO現在MMO所一定要有這個抽卡的東西 你這樣扭蛋的東西 讓你扭 不是扭裝備就是 扭夥伴 不然就是扭你的職業 MMO 他只能從這 因為角色是固定的 就是你那一隻嘛 那你就是從你可能要獲得好多夥伴 跟你組隊 跟你打掛 一起打掛 要嘛就是你的職業他把你 做成你的職業有很多細想 那你就要去抽職業那種 職業卡牌 然後有的是抽那個變身卡 你要變身之後練功比較快 要抽變身卡 好像是這樣吧 大部分現在是這樣 只要是手有MMO一定要有一個扭蛋的機制 因為那個是賺錢的來源 他要讓你去扭蛋 他們廠商才可以賺錢 剩下就是什麼基金啊 月卡 大月卡小月卡 或是通行證 加年華 就是我的朋友 然後 比較坑的就是 VIP吧 大陸手遊基本上都有 VIP VIP特權 這樣 那我大部分都是會玩哪一種 可以看廣告拿獎勵的 不花錢也能玩的 就是不花錢你還可以生存的遊戲 冒險者大賽報名表 我也不知道幹嘛的 長按螢幕報名 喔長按 也按太久了吧 有必要嗎 反正就一個任務吧 也沒有真的報名 也沒有真的比賽 我還沒有到那個新手村 應該說 我還沒到組成 他就跟一般的那個 冥洗MMO 不太一樣 沒有組成 沒有地圖 就在這個地圖上一直打 他也沒有放置掛機 聊天室怎麼還是他 還是這個開心果 結果我和他在玩是不是 你看結果我和他 就沒了 已經玩了10分鐘了 沒有新的訊息 成為最強之路 好 我先試玩到這邊 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 就 蠻意外的一款 Membo 說是火柴人 但是 角色的皮膚 皮膚算像火柴啦 因為就單色 好像不能再改形象了 選了就不能再改 然後現在玩的人蠻少的吧 因為下來之處不多 廣告沒有打很久 還在測試 好角色就一開始是男生女生嘛 然後坐騎 然後背包 我爸 我爸我現在有兩隻 你看這邊要洗髓身心 然後煉氣 鍛造合成寶石 然後公規系統 地圖的話 這邊 我現在在這個有點像埃及吧 沙漠這樣 然後世界地圖 一開始在這 賽西森林 然後這邊20幾 它就是一個地球的感覺 這樣轉 世界感覺不大耶 好小 世界好小 一個輕量的MMORPG吧 沒有很免型 但是有自動 好 這個坐騎還蠻大隻的 這個老虎 那就先玩到這邊囉 我是哈摩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我是哈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